哈喽,哈喽,哈喽,你们好,你们好 感谢主再一次感谢大家 两点半的时候来参加我们在这里的聚会 每一次我们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现场还是现上 我们都是上帝提醒我们 我们是上帝所召出来的一群百姓 来这里一起来见证他 活出太阳光活出的这个教会的样式 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心 预备自己来参加今天的聚会 这时候我们请起立 我们来练识读心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十字架受死 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Hallelujah Church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下午 我们带着我们敬拜和赞美的心 让我们献上这个敬拜赞美 是从我们的心底 对着我们的神发出的 Amen 对你旁边的说 让我们来赞美神 一起唱 你破除罪恶 黑暗的拳手 你爱的大年 愿生过一切 荣耀的拳户 万望之王耶稣 整个的内心 含动着世界 我们都赞叹 尽为之高尚 荣耀的拳户 万望之王耶稣 一起唱 和我们的奇妙人点 离不住情的爱 背负我所有费 是我的自由 你为我生命 是我的自由 是我的自由 耶稣我告出 你所做的一切 你所做的一切 我相信 说要一些 每天都会 对我们的拳户 我们的拳户 我们的拳户 尽管 下来 教训 后方的拳户 在拳户 我自己的灵 如日光发出 照耀在全地 荣耀的君王 往往之往耶稣 何等奇妙恩典 你无止境的爱 背负我所有罪 是指甲上承载 为我守着你 是我的自由 耶稣我要求 你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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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高扬 神高扬 你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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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何的奇妙人类 你无止境的爱 背负我所有罪 心只在生成的 你为我所有命 何的奇妙人类 你无止境的爱 何的奇妙人类 你无止境的爱 背负我所有罪 你无止境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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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止境的爱 你无止境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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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一起思考 神为我们做的伟大事 祂救赎我们的命 赦免我们的罪 多么伟大的恩典 祂也是我们的盼望 在我们的绝望中 祂是我们的力量 你无止境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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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止境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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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绝望之中 我抬头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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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把自己的爱 我们的圣望 af onene 承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西班旺行 哈利路的路上 死亡失去的权柄 你破碎所有家庄 这事就在你命中 主耶稣 我的宝宝 当何日早晨 风迷了饮食 你悲藏身体 有了气息 在沉浸之中 嘲笑的狮子 宣告的梦 不再相处 一起宣告 你早晨 都没了应许 你悲藏身体 有了气息 在沉浸之中 嘲笑的狮子 宣告的梦 不再相处 噢 耶稣 你一切爱的生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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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在你命中 主耶稣 我的宝宝 哈利路 哈利路 二月超隅 受盲满 父伊枣 噢 我的宝宝 如果你是生活 主耶稣 我的宝宝 我有善 Vamos 主耶稣我的宝宝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就如同我们敬拜 所向祢唱的 主啊祢是我们的盼望 祢破碎了死亡的枷锁 主啊我们要赞美祢 因为祢让我们得自由 主啊除了祢还有谁呢 主啊我们的盼望 我们这一生的依赖 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 和话语都交在祢的手上 主啊我们祝福接下来的时间 祢能够对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主啊让我们对祢的敬拜赞美 和对祢的话语的研读 能够让祢的心喜悦 奉靠主耶稣的每一祷告 Amen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诗篇121篇告诉我们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因为我的帮助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因为这个星期 我们也追紧这一两天 听到的消息 是会使到我们的心里面 会有点焦虑 但是像诗篇诗人所说的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就像天父 不撇下他的儿子 不把他留在坟墓里 三天后 将他的身体 从死里复活 我们也可以相信 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 他要保守我们 他要继续地带领我们 使恩给我们 鼓励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继续地往前走 让我们不再害怕 让我们也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在这世上 举目 观看 我们的帮助 从耶和华而来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唱哈利路亚 主啊 这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用信心 用盼望 来回应 我们肉眼 现在所看到的事情 主啊 不管 疫情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仍然 要从你的话语 得到力量 仍然 你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主耶和华 你是那不叫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 必不打盾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盾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 隐蔽你 白日 太阳 必不伤你 夜间 月亮 必不害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生命 你出 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 直到 永远 哈利路亚 阿们 主啊 听我们的祷告 看你的百姓 怜悯你的百姓 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 Amen 哈利路亚 Amen Amen 好 大家请坐 Amen 我们的聚会 就是 怎么讲 就是官方可以让我们聚会 我们就继续聚会了 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弹性 就是一个单纯的心 我们看 这个疫情的情况 那没关系 我们就 还是继续 两点半到三点半 我们会有聚会 OK 然后 也鼓励大家 每次来聚会的时候 我们带着期待的心 我最近呢 在YouTube看了一个 牧师的一个 分享 他说很多基督徒来教会的时候 都是 来教会 想要听一篇道 来鼓励他 来鼓励我 但是他说我们来教会 可能的心态必须要是 我们需要来教会 是因为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就是流入窃木 吸水 我们的灵 如果没有来到神的同在 没有来听神的话 其实我们是苦 所以我们不是来这里只是 好像一种 entertain 被inspired 我们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亲近他 我们需要他 所以我们常常 带着这样子的期待 来鼓励 好不好 Amen OK 那今天呢 我要鼓励大家 也可以继续的奉献 这个 奉献的 information在这里 或者 在聚会过后 你也可以在后面 也可以把你的奉献放在 你心 奉献箱 那我们的教会 我们不强调 要十一 要纳十一 我们就是 你 你如果神感动你 要纳十一 你就纳十一 然后神感动你 奉献 你就奉献 那我们就把奉献跟十一 都放在一起 不需要说分开 OK 这样子 我们就 我们的这样 收奉献的比较单纯 好不好 OK 那我今天很高兴呢 也有 谢庆福牧师 来到我们的当中 谢牧师 他很 他一答应我的要求 他就一次答应三个月 所以 从 五月 六月 那 这个月 七月 是 他 今年 我们先看那个情况 因为我是 本来请 谢庆福牧师的时候 是 有实体聚会的 那 所以我们再看 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再 再说 但是今天很高兴 他在我们当中 来做我们的奖励 我们欢迎 谢庆福牧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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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们高兴吗 我很高兴啊 我们今天回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所以我们讲过第三章 还记得吗 第二章是一篇很特别的经文 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变水为酒 你们听过宋上杰博士吗 我们不应该把它忘记 他很巧妙地把约翰福音和诗篇二十三篇结合在一起 诗篇二十三篇你们都很熟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认识或者听过刘家昌吧 他写过三千多首诗歌 每一首都很独特的 他写了一首《我家在哪里》 然后我把它歌词改了 把诗篇二十三篇放上去 耶和华是我牧者 今天没有时间跟你唱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很熟悉的诗篇 但是第五节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戏 请问你吃过吗 敌人面前所摆设的言戏 是怎么一回事呢 宋尚杰博士 他很特别 他把约翰福音 这一篇讲生命的 跟诗篇二十三篇 配合在一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生命的源头 第二章 变水为酒 喜乐的生命 我必不知缺乏 如果你认识的耶和华 他是你的牧者 他能变水为酒 你还缺乏吗 如果你一直看下去 你可以看到圣经 一呼一应 你融会贯通 太美了 这些需要时间 改天才慢慢谈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 我先带你到以色列 然后我们从这一段经文 先来享受一下 想象你在场 你是门徒中的一个吧 或者是你是宴会里面的一个宾客 或者是你是仆人中的一个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起亲的言戏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洗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细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颜细缠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颜细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喝住了才摆上赤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蛮简单 直接了当 十一节的经文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可以下课了 我很多问题耶 耶稣啊 你好做不做 第一件神迹 你变水为酒干嘛 没有酒就算了嘛 你鼓励人家喝酒 你如果像Superman这样 从天而降 或者是所有的病人全部医好 轰轰动动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 还有 为什么你称玛利亚 妇人 好像很没有礼貌 中文圣经把它改成母亲 然后说原文是妇人 本来就是妇人 你不用替耶稣讲好话 我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让我们在很有限的时间 一路走 一路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 第三日 第三日什么意思 第三日就第三日了 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第三日 如果你看第一章结束的时候 主耶稣呼召门徒 是门徒跟从他的第三日 还是什么 我看不错了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起亲的演习 犹太人算日子 跟我们不大一样的 他们是从天黑的时候 开始新的一天 所以如果你严格的说 安息日是哪一天 星期五日落 到星期六日落 跟我们不一样 你说今天几时开始 半夜12点 但是你在睡觉 你没有感觉到新的一天开始 那华人呢 一日之际在以晨 好像天亮是一天的开始 犹太人刚好相反 天黑的时候 开始新的一天 创世纪告诉我们 起初神 创造天地 然后每一天 神造一些东西 如果你看第五节 第八节 十三节 十九节 二十三节 三十一节 都有 有晚上 有早晨 所以犹太人算一天 从晚上开始 根据圣经的 那每一天 神造了一些东西 他都说 好 第六天 造了人 他说 甚好 或者很好 very good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第三天 第三天 神说 天下的水要寄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寄处为海 神看作是好的 天下的水要寄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然后神说 这是好的 地要发生青草和接种子的菜树 并接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内 果子都包着荷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接种子的菜树 各从其内 并接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内 果子都包着荷 神看作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三日 其他的每一天都好 第六天照的人很好 但是第三天 double good 讲两次好 双喜临门 一直到今天 犹太人的婚礼 一定是星期一晚上 第三天 为什么呢 双喜临门 所以你们选日子结婚 乱选一通 你找我选 那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呢 什么地方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每一个礼拜都有第三天 加利利的加拿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如果你讲加拿 哪里没听过呢 你讲加利利的加拿 大家就知道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这段经文讲 起亲的言习 但是 是谁起亲 哪一个家 所以是什么府 跟什么府连婚 现在我们不搞这一套了 有一个姓严的 起一个姓罗的 所以严罗宴客 刚好餐馆是在地下室 往下走 那么 谁是主家 曾经没有交代 新郎新娘是谁 也没有说 可见不是那么重要 重点不知在哪一个 但是还有什么人呢 耶稣的母亲在哪里 这个是重点 中东人很好客的 如果你去到那个地方 刚好有人有婚宴 你去参加 他一定欢迎你的 不必请客 不必请帖 不必邀请 你大胆的话 你去就死了 那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被请去 门徒刚好跟随耶稣 所以主人家 根本没有预备 那结果可能是 耶稣也要负一点责任 他带着十二个大汉来 两下子把人家的酒全部喝 搞到耶稣要变水为酒 他不是不是 圣经不是这么说 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没有酒了 那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要从圣经学习祷告 我总觉得我们要从学怎么祷告 记得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回到旷野 很多蛇 毒蛇 咬了人就死了 百姓慌了来找摩西 摩西请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 还记得吗 摩西怎么样祷告 摩西为百姓祷告 问题不是蛇 是百姓 我们必须从圣经学习祷告 那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模范 什么叫做祷告 玛利亚只说一句 他们没有酒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了 但是玛利亚在说一句话 他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但是我们祷告了 没有听 没有注意听 不懂神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 那头一件神迹 发生在加利利的加拿 是一个小地方 如果到以色列 我们多数会去这个地方 玛利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讲两句话 一句对耶税说 他们没有酒了 第二句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但是当玛利亚对耶税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税怎么回答 不然我一定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是玛利亚没有因此回信 他讲的很重要的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讲了三次了 你有没有注意听 然后耶税就对用人说 把钢倒满了水 这个钢 现在我们有很多证据 因为加利利的加拿 挖出很多这些石钢 根据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这六口石钢摆在那里 每一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你知道这些水是干嘛的吗 洗脚的 我们有客人从远方来 我们华人说洗尘的 你真的带他去刷一刷 不是 我们请顿饭吗 叫洗尘 犹太人是有客人来 最低级的仆人 要跟客人洗脚 洗了脚 他们才进屋子 那这些钢是摆在门口的 现在我们可以在加利利的加拿 在耶路撒冷也可以看到 这些石钢 那你这样看 你很难知道多少 多大 很难知道他的大小 所以我站在旁边 你只知道他多大了 你说他很大 不很大 说小 也不是那么小 那到底他们要走多远 才拿得到水 再倒回来 把这石钢倒满了 不一定 你们都很年轻的 我小时候要到公共的水喉那边 跳过水的 不是太近 也不是太远 但是很痛苦的 当过兵的只知道 当兵最讨厌就是钢水 但是 但是总之 这个是跟客人洗脚的 然后他们就进屋子 犹太人的婚礼有很多风速的 我略略跟你讲几个相关 当新郎到了 门就关起来 如果你迟到的话 对不起 门不再为你开的 在里面的人 就吃喝 你知道多久吗 七天 啊 七天 所以你很难预备 七天的饮食 特别久 所以现在这些工人在屋子里面 耶稣对他们说 把刚倒门的水 如果你是工人 你会说什么 你没有搞错 我们现在忙里面 现在没有客人会来 来也不开门 外面那个洗脚水 你倒门干嘛 但是似乎这些用人没有争论 只是我们很会跟神争论而已 他们就去 可能要去井边 或者水泉那里 拿了水 赶回来 到门 请你注意 你是不是门徒啊 主耶稣坐在那边看 门徒也坐在那边 如果你是工人 你会怎么想 拜托帮忙一下嘛 我相信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你读圣经要这样读的 把自己放进去 然后你看这个角色 然后倒门了 咬出来 送去给管烟戏的 如果你是那用人 你会想什么 你要害我啊 那个洗脚的 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争论 就送去了 奇怪 这是第一个神迹 以后你看下去 第一个神迹 给我们一个框架 神迹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当做的 还有一个部分 是只有主耶稣才能做的 但是今天我们时常搞错了 不要误会我 我相信神迹起始的 但是我看过很多人 喊 In the name of Jesus Get up In the name 我说你喊三天 他还是不会get up的 比较可能是他死给你看 因为你要做 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做的那部分 而你没有做 你应该做的 有机会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看下去 还有很多的 还有几个神迹 你看得一清二楚 今天我们不可以对调这个角色 那这一些石缸啊 很多 你都可以买一个回去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到满了 直到缸口 现在可以咬出去送给管研系的 他们就送了去 中文字这两个就啊 很好 你不用问太多了 但是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 为什么变水为酒是第一个神迹 为什么 没有更好的妹 应该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快快的 我要从旧约 引用几处的经文 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管研系的缠那水便的酒 他吓坏了 好酒 今天你缠过吗 诗人 诗人早就把常常主恩的滋味告诉我们 但是请问你惨了吗 你信主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 那好像保留住等你来欣赏品味的好酒 然后还有几个问题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到 为什么 耶稣好像很不客气的对母亲说话 最后的一节 这一段的最后一节 十一节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门徒还没有信他吗 你看第一章 他们信了才跟从的嘛 如果你再注意看 每一章 他们就信了 信了更加信 所以第三章你记得吗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中文圣经只能够翻译这样 但是英文圣经多数也翻错了 希腊文的言文是 Those who keep believing in him 叫一切一致信 信到底的人 不正灭亡反的用神 希腊文非常讲究这些动词 所以第一章信了 跟随着跟随耶稣 第二章看见 他显出的荣耀来 那到底显出什么荣耀 门徒就信他 在第一章的基础上 第二章更加信 第三章继续的信下去 然后第四章 撒玛利亚的人来信耶稣 他们为什么信 信什么呢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三种人 看见荣耀 却知所信 已经信主 但是不是很清楚 还未信主 暂时不信 我相信你有一些朋友 你对他说来信耶稣 他说暂时 不谈啊 还没 孙中山 认识孙中山吗 他说人有三种 第一种人 先知先觉 事情还没有发生 他知道 有一种人 后知后觉 过后他才来 哦 不过还不错 第三种人 不知不觉 时间很有限 但是快快讲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2005年 全世界 笑话 讲笑话比赛拿冠军的 很简单 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会算 第二种人 不会算 讲完了来 没有人笑 还要讲多一次吗 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会算 第二种人 不会算 你问第三种 你是会算的那种人 到现在还不懂 你是第二种人 不会算的 OK 那为什么不信 所以当你看啊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真的吗 你敢这么说吗 你时常说 money not enough 或者你说 没有时间 也是一种缺乏 你信什么 到底是真正 你得作什么 你只能够从圣经里面 去解圣经 不然的话 你会大乱的 那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 圆系 你用油 高了我的头 使我福被满意 其实当你看 圣经里必须能够 多少融会贯通 所以从诗篇 等下我们看一些先知书 然后我们配合 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来看自己 你不用替别人看 我的灵命长进到什么程度 我的信到什么样的层次 先知以赛亚 发一元 二十五章第六节 在这山上万君之一和华 必为万民用肥肝 摄摆原系 用成酒和满锤的肥肝 并澄清的成酒 摄摆原系 主耶稣来 先要满足这个意愿 他应援 所以第一个神迹 是很重要的 先知耶利米也一元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先知荷西亚将意愿 我必聘你为永远归我为期 以仁义公平慈爱 怜悯聘你归我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耶和华 从这些先知的意愿 然后我要慢慢把它指引到 约翰福音第二章 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 在旷野 他上了西乃山 摩西下山 将耶和华的命令 典章都诉说于百姓庭 众百姓其身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出埃及记第24章第8节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 你看这是立月的血 是耶和华按照一切化 以你们立月的平均 血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如果要谈这个问题 你要再给我两个小时 太多真理在其中 主耶稣在一夜节的那个晚上 他拿起杯来 他说这是我立月的血 你们要把这些经文全部串起来 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 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 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 在未曾跟踪之地 跟随我 我都记得 以赛亚书62章第4节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归他 少年人怎样娶处你 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心妇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耶和华召你 召被离去心中忧伤的气 就是幼年所起 被弃的气 这是你神所说的 我把旧业的这些经文 把它提出来 让你有一个印象 但是我要带你到启示录 带你到天上 以后我们在天上 我们赴高扬的婚宴 那你我是谁呢 我们都是基督的信夫 主耶稣将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当主耶稣在想 就业这些先知的意愿 他想到他以后的婚礼 然后他的妈妈来告诉他 他们没有救了 主耶稣说 夫人我与你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到 听过Timothy Keller吗 Timothy Keller 特别受英文教育的 谷歌这个人 Timothy Keller 他的讲道一流了 他现在七十多岁 不过他年轻一点的讲道 我觉得更好 他说当我们读圣经 有时我们不能够明白的 你就用人之常情去思想 很有意思的 我们当中还有多少还没结婚的 几个说吧 还有几位啊 要结婚了吗 假设说你要结婚了 年底也好 年底也好 明年也好 然后你去参加一个婚礼 请问你会想什么 过来人你们想过的 我知道的 当你去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 你一定会compare note 他用这个音乐新娘走进来 很不错的 但是给他用了 这个牧师讲道很不错 不然我也请他 慧众唱什么歌 你会一直想什么 你看别人的婚礼 一直想的是自己的婚礼 然后你吃buffet的时候 这个不好 以后我不要选这一家 这个好嘞 赶快拿一个卡 人之常情 主耶稣当时他在那里 他想到旧约的意愿 想到将来高扬的婚宴 突然间玛利亚来问他 来告诉他 他们没有酒了 所以他的回答 不是无情无礼的 我的时候还没到 那时候怎么解呢 其实很容易 你如果看马太马可路加 加上约翰 都讲很多时候 所以主耶稣说 新郎和陪伴的人 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 岂能哀动呢 当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 所以主耶稣看见 这一个起亲的言细 他很愿意 让他们充满着喜乐 他们没有酒了 他愿意把喜乐 带给这个家庭 主耶稣也愿意 把喜乐带给你 带给你的家庭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搞砸了 所以当我们看 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 我快快地给你几节经文 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 约翰说 娶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胜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所以主耶稣 他带着怜悯 当然他的权能 是这个起亲的言细 不至于因为没有酒 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美满 所以他遍水为酒 第四章 主耶稣说 婦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这个时候就快到了 所以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拜我们的父神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如果你一直看下去 第五章 第二十五节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但是第二章 时候还没有到 第七章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第六节怎么说 第八节也怎么说 第三十节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第八章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十二章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 十二章二十七节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二十八节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所以你想 主耶稣当时 他在时间和空间的当中 他想到的是 他必须经历的十字架的道路 还有那美好的羔羊的婚言 十三章啊 第一节 一夜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 归父的时候 到了 十六章 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 时候将到 所以当你一看 这些时候 这些时候 有相对性的 所以主耶稣 快要再来 多快 他没有这样快 所以你怎么样 去了解 我们在时间的当中 了解 我们进入永远 什么是永远 没有时间的问题 时间已经不再是 一个东西 给你的限制了 所以当你看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埃及人 对不起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埃及的法老 不准摩西 带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神就借助 摩西 行了第一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变水 为血 埃及的河 都变成血了 而且满了七天 臭了 如果继续下去呢 人活不了 但是当主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他道成肉身 他要把血 把水 变成 酒 所以如果你在联想 一夜间的那个晚上 主耶稣拿起杯来 主谢了 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有很多的预表 所以当你看 第一个神迹 是很重要的 是变水为酒 主耶稣要把他的生命 赐给我们 如果你再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当神允许人 吃各样的活物 各样 在水里的地上的天上的 中国人最喜欢的 能够飞的 能够跑的 能够游的 只要你有本事 抓到他 你就可以吃了 唯独肉带着血 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而且这个 不只是给立位人 不只是给 以色列人 因为立位记说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寄居的 外人 若吃什么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 变脸 你有没有看过神变脸 不是四川的那种变脸 把他从民中剪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当你看 主耶稣要用他的宝血 拯救我们 这一件事情 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和基石 所以第一个神迹 变水为酒 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看 新约的信徒 十路行传第十五章 当新约时代 很多外邦人来信耶稣了 他们在饮食方面 跟犹太人不一样 所以初期教会 开了一个大会 我们称为耶路撒冷大会 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当时的主席是雅各 他说 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 就是境界 记偶像的物和血 雷死的深处和坚硬 血 所以基督徒 拜托 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 既偶像之物 雷死的深处 就是没有放血的 而血 不能吃 我可以跟你进一步讲解 还有 极大的奥秘 以福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 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成何几时 我们探讨这极大的奥秘 圣经中有很多奥秘 以福所书第三章 讲福音的奥秘 讲 神所给我们启示的奥秘 然后 什么是极大的奥秘呢 我们应该用多一些时间 好好地探讨这些课题 但是很重要的 启示录十九章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 到了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这婚宴的 有福了 我又看见 圣诚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降临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妻 等候丈夫 我要将新妇 就是羔羊的妻 指给你看 所以我希望从这些经文 你看见 不是臭巧 更不是偶然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以便水为酒 有真理在其中 今天我只能够摸一个皮毛 当管颜系的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有一点醉了 不能分辨好或者坏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所以从吃等的到好酒 好像我们在信主的这一条道路上 你必须来经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经历在他里面 必不知缺乏 不缺乏什么呢 那从这第一个神迹 到底为什么 耶稣要行这样的一个神迹 还有 行了这个神迹 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 因玛利亚的请求 他们没有酒了 解决了新郎的尴尬吗 或者用人的合作 今天我们讲顺服 这些用人很合作 把刚到门的水 又咬出来送去 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用人吗 唯一选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 你看见当中的荣耀吗 或者为了写约翰福音 让约翰把这个福音写下来 约翰福音有一个重点 是在二十章三十一节 不是三章十六节 二十章三十节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整本约翰福音讲生命 第一章 生命的源头 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生命的源头 第二章 变水为酒 喜乐的生命 第三章 重生的生命 第四章 活水的生命 第五章 起来行走的生命 第六章 宝珠的生命 第七章 遵行主旨意的生命 第八章 淫妇的赦免生命 第九章 看见的生命 第十章 丰富水的生命 所以一直建立下去 谁是有福的呢 请耶稣 复习的信仰 他有福 不然的话 没有酒了 求告耶稣的玛利亚 他是有福的 他给我们榜样 听从耶稣 吩咐的用人 有福了 还有那不知情的 管言戏的 在不知情的当中 他也有福 来跟从耶稣的门徒 有福了 当然写 约翰福音的约翰 有福了 还有 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福音的 有福了 信主耶稣的人 有福了 所以当主耶稣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巴不得我们的一生 看见神所显出的荣耀 那其实这只是第二章的上半段 接下来第二章还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改次有机会下回分解 我已经超出七分钟了 很抱歉 谢谢 谢谢牧师的分享 今天呢我最大的得着就是 从神的话语里面再次看到 一切都是指着 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或者以色列的弥赛亚 信他的人 真的是有福了 Amen 所以感谢主 这就是刚才我 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 我们要一直不断地举目观看 神或者耶稣 祂是我们的 就好像谢牧师刚才所讲的 每一章在约翰福音都是指着耶稣 祂是真正给我们新生命的主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 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要荣耀祢 祢在我们的当中 这是祢的教会 主啊 这个教会是 本于祢 出于祢 也归于祢 一切 这个教会的生命 从祢而来 主啊 认识祢 就是得永远的生命 求主让我们每一次 听到的时候 可以再次地 让我们的眼目转向祢 不再看我们周围 我们所肉眼可以看到的事情 主 祢是坐在那宝座上的主 祢是那被宰的羔羊 祢是约翰在启示录 被提到天上的时候 看到的那一位 主啊 祢执政掌权 祢做王 我们一切 在这世上 所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 由祢的主权 允许的 所以我们再次 把荣耀 归给祢 也再次 倚靠祢 相信祢 主祢要 眷顾祢的百姓 祢要施恩给祢的百姓 祢要怜悯祢的百姓 主啊 让今天的信息 再次地 让我们可以 放心 可以有平安 在我们的身上 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站起来 让我用 接下罗尼加 前书的第五章 第二十三节 为大家 先做一个祝福 这里是说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 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以魂 以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 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 自责 那招你们的 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 这事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做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 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也愿耶和华 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 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弟兄姐妹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阿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上 阿们 哈雷路亚 感谢主 阿们 我们聚会就到此 然后 你们可以散会 可以给你们的奉献 好吗 我们的英文堂是五点开始 所以还有一点时间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